我從來沒有聽過說新加坡有米其林 覺得很意外 也是覺得很幸運 新加坡的小飯美食這麼多會選到我 覺得很意外 我曾經講過幫顧客當作你自己家人來看待 絕對正確的 你有沒有煮過不好吃的給家裡人的 那為什麼那個顧客是來養我們的 它是給我們 它來吃就有工錢給我們的 為什麼我們要不好好的去當它是煮好好給它欣賞 要對自己的煮這東西有信心 品質 火候 煮出來的一定有信心 用心煮 做小飯時間長 手碎的工作多 做很年輕人 不要做了 我的大兒子他有學 學了他去開 不能夠站 他的腳痛 站了腳痛不能夠做 所以不做了 到現在我說能問我 以後有沒有有機會再追上你的怎樣辦 有人超越我們才是真正的一種廚藝嗎 這個人才是把我們的食物 他已經把它轉成更好的一個出發點了 這個我覺得他才是我們真正的師父 很多很多都有問過 他說 以你現在的郵寄其實蠻出名了 而且味道又好 這是顧客講的 其實你再起家還是有人的 我說 自然這個問題我都想賺錢 誰不想 可是我說 貨物來源也不是說昂昂貴 我生意也好 就當作圍包給顧客們 也不願意去其他的家 就算得不到美其林即刻的欣賞 可是如果你的東西弄得好好吃 生意上已經是一個贏家了 就算得不到你那裡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魚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